Hi 大家好,我是June 感谢你找到我的频道并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不打造,我们来聊一聊火山爆发 大家先不要急着推出影片 你们没有来错地方 这里依然是讲述有关手工造的YouTube Channel 可是今天要讲的火山爆发不是这种 而是这一种 我在之前制作架式罩的影片里就答应过大家 会专门制作一期影片来和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手工造会裂开 尤其是架式罩真的特别容易裂开 而我们又要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那在讲述之前呢,我先带大家去看一看照片 让大家有个概念,到底肥皂火山爆发长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来到Google大神的家 收缩关键词Subwokeno 你也可以用中文收缩,肥皂裂开,肥皂火山爆发之类的关键词 也能找到相关图片 可是如果使用英文收缩的话 能找到更多相关图片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图片 肥皂表面完全裂开 里面的肥皂快要喷发出来 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称这个现象为肥皂火山爆发了吧 我们再看看第二张图片 我们再看看第二张图片 这个呢就更严重了 照叶就像火山岩浆一样,全部喷洒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张图片 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Alien Brain 因为它的皱褶看起来就有点像外星人的脑袋 那它形成的原因呢我待会也会一起告诉大家 那接下来这张图片呢 是我之前制作家事照影片时出现的裂开状况 拍摄这张照片时肥皂还在造化中 中间那一圈就是果冻 而这张图片呢就是肥皂完全造化后的样子 果冻消失了,只剩下中间的裂痕 那待会我会告诉大家我做了哪个举动 让我在制作第二次时 使用了同样的配方和模具 可是却没有裂开,完美大成功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程度的裂开现象 虽然第三张图它没有裂开 可是它产生皱纹的原因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讲述 那造成肥皂裂开和产生Alien Brain的原因 都是同一个,那就是高温 如果你有制造手工皂的经验 你应该有发觉到 当皂叶入魔以后的30分钟是一小时以后 当你在去触碰模具时,你能感觉到它是温热的 那是因为肥皂在造化过程中会升温发热 而如果温度实在是飙升得太高 就会造成火上爆发 那由于肥皂的周围都有模具包围着 只有表面能散热 所以肥皂裂开的地方都在肥皂表面 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导致肥皂温度过高 进而引起火上爆发呢? 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油碱混合时温度太高 第二,你使用的模具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第三,当皂叶入魔以后 你把它放在一个保温效果很好的地方 例如保温箱或是烤箱 第四,你使用了某些带有升温效果的添加物 例如含有蛋白质的添加物 牛奶、羊奶、母乳和豆浆这些豆酸 含有糖分的添加物,例如蜂蜜 含有酒精成分的添加物 例如大家很喜欢制作的啤酒罩和红酒罩 还有就是某些精油和香精也会导致温度上升 那根据我之前使用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大部分花类的香精或精油都会造成造业升温的效果 当然这不仅此于花类的精油或香精 其他类别的精油或香精也是有可能会导致温度上升的 那由于精油和香精的品牌和类别实在是太多 而且它们成分复杂 我在这里无法一一为大家举出 而且我本身也并不是专业的香粉师 我只是根据我之前使用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要如何避免肥皂裂开或是火山爆发 一共有六点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油碱混合时把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 温度相差两三度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是制作家试照的话 最好把温度控制在30度以下 第二,选用保温效果比较低的模具 例如比较薄的细胶膜 或是没有墓盒的吐司膜 第三,如果是在夏天的话 照夜入魔以后可以选择不要保温 然后把肥皂放在一个通风凉爽的地方 第四点 避免使用带有升温效果的添加物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 带有蛋白质成分、糖分 还有酒精成分的材料 还有某些香精和精油 第五点 把水量的倍速拉高 或是把软油的比例拉高 当水量增加 照花的速度就会变慢 那升温的速度也会跟着放慢 也就没那么容易裂开了 可是如果水量太多的话 肥皂就会偏软哦 大家也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而如果增加软油比例 那肥皂就没有那么硬 也就没那么容易裂开了 第六,如果你是制作高比例椰子油手工皂 例如椰子油加湿皂 那你就可以考虑打开电风扇吹着它 又或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区 帮助降温 也就是放蔬菜水果的那一区 那大家要注意哦 我这里说的是高比例的椰子油手工皂配方 并不是所有的手工皂配方都放入冰箱里做降温 例如手工皂的配方里 椰子油的比例占有80%至100% 就属于高比例 因为在众多手工皂配方里 高比例椰子油的配方 是最容易引起火山爆发或是裂开的 因为椰子油的硬度很高 造化速度快 升温速度也快 如果你是制作100%椰子油加湿皂 那配方里就完全没有软油 如果再配上一个保温效果很好的模具 大家听到我说把肥皂放入冰箱里降温 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尤其是亚洲的打造人 可是在西方国家这是很普遍的做法 我本身也测试过这个方法 而我的架式皂也健康的顺产了 那在西方国家和我们东方国家的打造方法上 的确是有某些地方的差异 例如在西方国家他们会把烤箱预热以后 关火然后把肥皂放入烤箱里做保温 可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是使用保温箱做保温 保温的话就放入烤箱 降温的话就放入冰箱 没毛病啊 那大家如果觉得好奇以上方法的话 可以亲自测试看看 可是记得安全第一 要收取好资料做好功课才去测试 那我再和大家仔细的说一下 刚才我提到的方法 大家需要灵活变通的去使用 毕竟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 必须要根据当下的气温气候 还有个人使用的模具去做调整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理解 我在这里为大家举几个例子 如果说现在是在夏天 而你的油简温度是在40度左右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 这么高的油简温度 肥皂是很容易会裂开的 但在这时你可以选用一些比较薄的模具 照应入膜以后选择不要保温 因为据我所知 有些灶油是喜欢使用40度左右的温度去打造的 那这时你并不需要强逼自己改掉这个习惯 去把温度降至30度 而是可以在模具水量 或是照应入膜以后放置肥皂的地方去做调整 那如果说现在是在寒冷的冬天 而你唯一的模具是这种薄薄的模具 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从一开始就把油简温度控制在高一些 添加一些牛奶帮助升温 照应入膜以后放入保温箱做保温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模具是这种比较厚的模具 而且还是带盖子的 那你可以选择不要保温也是可以的 我用架式罩再举一个例子 因为架式罩实在是很容易裂开 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 每次遇到都手足无措 如果你制作架式罩使用的模具是这种比较单薄的模具 又或是这种PP5的塑料盒 它们的散热效果都很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裂开的 所以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里降温了 可是如果你制作架式罩是使用这种保温性很好的模具 那裂开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那这时你可以考虑当照月入魔以后 把它放入冰箱的冷藏区做降温 又或是开着电风扇吹着它 当然你也需要把你当下的环境温度考虑进去 需不需要做这个举动 制作手工罩的程式看似简单 可是当中的细节和原理才是需要我们深入的去学习 那进一步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练习 又或者是多来看看我的影片 那你们喜欢这一类纯分享手工罩知识的影片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以后我会多分享这一类影片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请给我点个赞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 感谢你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